前驻泰国代表李应元 在日前因为健康因素 请辞回到台湾治疗 不当时在繁迪国门时发现 李应元整个人受了好大一圈 说是因为感染到大肠感菌了 才会让身体不甘负荷 不过现在有消息表示 李应元在一年多前 就被诊断出胰脏癌晚期了 医生说胰脏癌被称为是癌中之王 因为这样的病很难被发现 每一次到发现时 通常都已经是到了第三期 或者是第四期了 谈到李应元的病况 政界好朋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希望他可以顺利抗补 大使欢迎回来 对着镜头挥手打招呼 前驻泰代表李应元 八月底辞去职务 返台接受治疗 深受病痛之苦 李应元整个身形 销售一大圈 你要坐车吗 要 当时传出李应元今年五月 感染大肠感菌 身体渐渐不堪负荷 但最新消息指向 他在一年多前 就被确诊出 胰脏癌晚期 那胰脏癌另外其他的症状 因为我们当时一开始说 一直都强调早期症状 不是很明显 但是中晚期 大部分的表现都比较偏痛 镜头前的李应元 面色显得蜡黄 医师解释 若是肿瘤发生在胰脏头部 压迫到胆管 就会出现黄胆症状 若是肿瘤在尾部 则会腹痛 因为胰脏在尾部后方 检查困难 等到发现时 通常病程 已经进到末期 对于李应元的病况 家属选择低调以对 李应元的政坛好友们 纷纷出声替他祈福 从发起首先守护台湾 李应元当过立委 环保署长 在驻泰期间 也展现外交成才 被誉为是天生的外交官 外界祈福 希望他能挺过这个关卡 记者 林先生杨维达台北报道 中共解放军 十月一号到十月四号 出动了百架共击扰台 陆委会主委邱泰森 昨天就分析了 他说对岸 现在已经达到准战争 状态布局 而用了这几个字 就怕引发恐慌 他今天又再进一步强调表示 他指的不是准战争 而是准战争 威魔的布局 国防部长邱国正 表示尊重他这样的说法 但也重申 国军不起战 但会做好准备 在前一天被巡时 他也说出 国军战机 不是塑胶机摆着不动 面对威胁 不会毫无反应 中国十一国庆 一连四天派出百架共击 大举侵扰我西南空域 把台海当自家厨房再走 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十四号分析机种 认为对岸已经达到准战争 状态布局 我想他的基数跟种类 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准战争状态的布局 倒不是说他是准战争 单纯的一个演练 还是有没有其他的针对性的目标 准战争状态变成准战争规模布局 邱太三还爆料中共防空网 出现重大疏漏 十二一号派出共机扰台时 美国两架战斗机濒临中国沿海机场 解放军却没发现 不过他话锋一转 也不希望两岸擦枪走火 就怕引起恐慌 执政党立委帮忙缓夹 也呼应国防部主张 不会发动第一级 但也不是没有准备 他都已经做战争主备了 我们当然该有的应处也是要有 电枪子啊 我们不想说 塑胶机像摆得不动的 我们不想说毫无反应的 每天都在备战 对外我们都不做论述 那他既然会有这种动作的话 我们也会做研判去做分析 面对解放军亲门踏户 两岸情势升温 国防部保守评估也硬起来 展现我国国军真的不是塑胶做的 记者张云圈 廖卫城台报道 第十一轮疫苗接种 今年开打 但是对十一轮的民众来说 要打到BNT疫苗花费了不少力气 因为中央的政策 可以说是一变再变 在开打前就规定连三变 针对BNT疫苗的接种对象 连三次加开就有民众怀疑了 这是不是为了要拼疫苗涵盖率呢 还是因为BNT的打气不如预期 对此指挥中心强调 这是为了不让疫苗接种服务空转 才会马上加开 另外为了防止 接下来第十二轮 四种新冠疫苗同步开打 会更加混乱 台北市方面也宣布 到时候诊所负责打的是莫德纳疫苗 而BNT则是交给医院来施打 AZ的部分则会请民众到花博来接种 另外同时也会开放夜间接种 第十一轮疫苗接种首日 北市花博接种站开打BNT疫苗 没有前几天抢牌莫德纳疫苗的混乱 但对这一轮的民众来说 有人反应实在好困扰 因为中央政策一变再变 开打前规定连三变 这一期的BNT疫苗接种对象 十月八号才宣布 要从47岁以上加开到45岁以上 四天后再从45岁以上加开到44岁以上 还限时民众必须在八小时内完成预约 结果没想到十月十四号晚接 指挥中心又临时宣布 接种对象一样是44岁以上 但往后扩大统计登记的日期 一变再变的规定被民众质疑 是不是为了贫寒概率 还是BNT打气不如预期 才导致十一轮的接种对象一再加开 我觉得政策是有一点摇摆不定 就是因为他每次的规定都不一样 所以不见得会排到你 所以你会有点混乱 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会有点混乱 资讯太多 最好是有统一窗口 这样资讯比较正确 也有民众质疑 第十二期接种资格也已经公布 指挥中心不修改第十二期资格 或是加开第十三期 反而不断扩增第十一期接种对象 对此指挥中心强调 是为了不让疫苗接种服务空转 才会加开 眼看第十二期也要登场 就怕四种新冠疫苗同时开打会很混乱 北市宣布到时候诊所全部打莫德纳疫苗 BNT交给医院 AZ则请民众到花博接种 另外也开放夜间施打 希望避免接种乱想 借台北综合报道 我国新冠疫苗持续开打 而目前人口涵盖率已经有接近六成了 疫苗混打试验也在同步进行 包括AZ 莫德纳 BNT 还有国产高端疫苗等等 各种排列组合通通都有 而目前进度最快的 就是台大医院所做的 AZ加莫德纳的混打组合了 已经初步完成 好 看起来 这抗低表现比打两剂AZ还要好 效果也跟国外AZ加BNT 混打之后的保护力相当 现在就等院方整理数据之后公布结果 但是专家也强调了 一般民众可不可以真的混打得到 还得要考量到国内莫德纳疫苗的倒火量 第十一期疫苗开打第一天 不少民众终于等到MRNA疫苗 而各大医院的疫苗混打试验也持续展开 其中进度最快的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就组主持的AZ加莫德纳混打组试验已经初步完成 初步来看抗体表现比达两剂AZ好 效果也跟国外AZ加BNT混打后的保护力相当 就等院方整理数据后公布结果 疫情之中因为两剂AZ的话它的效果会稍微低一点点 主要是因为它线病毒是一个活性减毒疫苗 所以你第二剂如果用其他的平台 它的效果都会比打两剂AZ疫苗来得高一点点 即便效果好但一般民众能不能AZ混打莫德纳还得看进货状况 而台大医院也同时在做莫德纳加高端的混打研究 以及机关署委托的高端加BNT还有AZ搭BNT的组合 至于常科医院除了有开放第一类医师人员AZ混打莫德纳的试验外 目前也在进行AZ加高端的研究 现在是这些抗体的测试很快又出来 不管你第一二剂打的是哪一个疫苗 明年所要接种的疫苗可能都是同样一个疫苗 如果有掀起了那个一二剂的混打的研究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 因为我已经向莫德纳公司签订名后年 三千五百万剂的次世代疫苗合约 这也意味着未来混打势在必行 如今两季的混打研究也能作为未来第三季的混打基础 让国人更有信心 终于我们的视频听报道